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用的最多的是两辆越野车 因为我们常常在工具上 到处有时候不是很好 人们都当他是个追求狂野的越野车发烧友 而在他心中 另外一种车辆却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 这种车更宽大 更粗犷 更霸气 更强悍 当然 就与杨大平更对脾气 要开最好的作家 接最大的工程 杨大平的身上有着贵州人的豪迈与倔强 三十年前 杨大平已经以二手工程设备起家 到今天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事业的成功得益于追求极致的性格 几十年来打拼事业 一辆辆工程设备他如数家珍 工地上的钢铁洪流总让他热血澎湃 不管工程设备上卡车 上推脱机 压路机 转车机 所有设备我都会操作 整个设备给他剪辑完 我再装上机 我都做得下 对于工程设备 他的要求近乎苛刻 这么多年下来 只有一个品牌成为了他长久的合作伙伴 做完这几年来 要给我推销产品的人太多了 我不是少少地用设备的人 我对设备还是很了解 很厉害 我的项目能用的设备 最终我都会用到里面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这位机械发烧友如此看重呢 所有的设备 你要在一起用的时候 就在一个场地上 有车方式 就是我纯净的设备 从本地来做问题 发现这个产品还是很成熟 很成熟 就是要有问题吧 技术上就是 要到一万小时以后 我生产一万个小时 我的两台设备都行不走 柳工设备的品质是合作的基础 柳工人的精神 柳工的服务 让合作更上一层楼 就是单单我用这么一点设备也不算什么 起码说有这么大一个楼 这么大一个国情 人家都是亲自的那些 那一种设备上的这件事 我们柳工这一块是做的相当不错 现在 杨大平已经成为了柳工的外品专家 他用自己丰富的经验 向柳工提出建议 帮助他们改进自己的产品 也许是命中注定 他的事业要一起成长 用品质说话 用实力硕心 路财做个产品 中国有希望 火味有功带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大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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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